福州社区关怀据点 在日前办理10至12月份亲生会 来为长者庆祝生日 发展协会杨理事长 希望借由三个月一次的亲生活动 不只能为长者献上祝福 也能借此信长者走入社区来参与活动 我们福州社区其实在 他办这个亲生活已经办差不多有八九年了 最主要是希望让我们的市团 就着我们三个月一遍的亲生活 希望他来社区这么严重 我们的市团都很高兴 因为当时去门地也跟我们说 我们的福州里也很好 福州社区也很好 每个月都办亲生活 让他每个月一年而已就一遍的机能过 长者们在志工的用心之下 度过快乐的生日 每位长者脸上都充满了笑容 也都感谢社区对他们的照顾 长者们在社区内活动每天都过得充实愉快 县议员尤浩也感谢福州社区对于长者们的关怀 并也在此为生日的长者们献上祝福 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福州社区举办这个社区关怀 大家的庆生会 我们的独山福州社区一直以来在社区经营 设立整体的营造跟关怀据点都做得非常的杰出 今天在看到在场的许多的地方的老前辈们 大家都很开心的在这里互动聚会 那这就是符合地方乐活的一个目标 那也希望这些地方的老前辈们都能够开开心心 阿公阿嬷都能够也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幸福如意 议长和尚峰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在此也为生日的长者们献上祝福 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